這兩隻牛 你有收集小牛的癖好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性能款的 對 比較有它的爆發力 然後它的駕駛樂趣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坦白講我看到它 它是可怕的對不對 所以這台車應該是 相較於現在我們熟悉的Lamborghini 它可能更機械感一點點 它不是很不一樣 因為它這個算是舊款的 所以舊款的部分的話 它們會在比較讓駕駛者 有它直接在路面上的一個反應 回饋會比較清楚 對 那新的話會比較多的 一些電子系統介入 所以也是很好開 可是就好像少了那個 一點樂趣在裡面 但這一台是LP570 170匹馬力的 對 然後是Super Laguerre的 對 裡面的內艙 很多都是用碳纖維所做 直接開 對 直接開 對 而且你看正前方 包括方向盤 全部都是雞皮包覆的 對 不難保持的 我看你們顧得滿好的 就是 顧車比顧人好 每天晚上睡前還要幫它洗香一下 沒有 因為其實雞皮在台灣 滿危險的是 因為台灣很潮濕 對啊 其實很容易 所以會在裡面建議 就是在裡面放那個除濕劑 所以你們都是有在固定在除濕的啦 有有有 我們有除濕 我覺得它這台是一開門 讓人家很興奮 就是它連車門 全部都是 Carbon Fiber 全部裸露在外面 對 有些會故意把它貼模啊 什麼包起來 你是不是讓它整個完整裸露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就是碳纖維的那種質感 對 會比較 陽剛一點的感覺 對 感覺很禁忌 對 感覺很禁忌 男生嘛 可能男生比較喜歡這樣 所以既然都是Carbon Fiber 就是Carbon Fiber 不得了 對 不用把它藏起來 對 不用藏 你是不是輕量化 當然能理解 它連那個手把這個地方 都是用那種 整個的Carbon Fiber 好看的不得了 這個顏色真的主打色選對了 然後外面就是頂座 就是你們把它貼一個牛上去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車隊他們就是 賽車 Lamborghini的賽車隊裡面 他們有自己的一些貼模嘛 然後剛好可能 車友就 有人在做這個的 就去 就一起 一起弄一下 大家感覺比較像一個 Group的感覺 對 然後它在門斗的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 Super Laguerra 對 Super Laguerra 它其實這個 Super Laguerra 它的定義就是 輕量化的意思 對 所以很多 特別版 它應該都會有這個 然後後期的 新的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對 它像新的就像 Performante 我們來看一下 Performante 外場的改裝這種事 基本上你們不錯 但是原廠的選配 我看到了喔 有 Lenken好漂亮 對 輪框 還有煞車 還有它的那個尾翼 其實這一次 他們那時候發表 最主要是它在它的 阿拉尾翼上面 對 那個阿拉尾翼 據說非常傳奇 非常厲害 開的時候現在阿拉尾翼 會很有感 它也 它應該是說它 因為從裡面進氣了以後 它會從那邊導流 會放氣 所以放的地方 會讓另外一邊 比較好過玩 是這樣子 真的有這麼明顯嗎 你開的時候 因為這台車 其實是新的小牛馬 然後它也算是 比較限量款的一種 它的電子輔助 因為新車 現在的車子 電子輔助 其實介入很多 那開起來一定是很好開 對 可是跟剛剛那一台 綠色牛來比的話 對 就比較不一樣 如果你是很喜歡駕駛的人 我會建議就是舊的那一台牛 那如果是你是 只是想要旅行好玩的 那其實這一台是比較適合的 主要是它那個牛力很大 所以你在急速加速的時候 你要轉彎頭會變很輕 真的喔 對 所以為什麼 我常常有時候看到牛出事 就是其實 牛就是真的一個 不是很好駕馭的東西 對 所以你們家的人 都有牛脾氣 對 好好調校一下 內裝的部分 我覺得跟之前的小牛 就差滿多的喔 這一次更特別的是 它的碳纖維的部分 跟以前的碳纖維不一樣 我們所認知的碳纖維 都是比較是編織型的 對 編織型 它這種是自然形成的 對 它這個有點像是 鑽燥的感覺 尾翼這個部分 有點像是調一個 在煮咖啡 在調咖啡家的 它的花圍有點像大理石 對 然後 會比較那個優雅跟品味感 會比較出來 對 那種鍛造的感覺 然後加上細節處 就看到阿拉 對 外面雖然是亮面的 裡面卻是霧面的 對 我覺得霧面 有點有消光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棒喔 對 我也是很消光的感覺 正前方啊 跟你的上一代哥拉朵比的話 因為你就是整個是 擠皮包覆的 一整塊等等 可是它這個不只擠皮包覆 就配了縫線 前面又有一個 Lamborghini那種 多角形在前面 對 它那個 就是故意做得很像 戰鬥機的感覺 對 對 就是像那種 國外那種Cockpit 就是駕駛員 在開戰鬥機的 對 它其實裡面也是 你可以坐進來看看 進來了 進來了 一點遠遠 不會 我說好開心你趴太 那個健猜要多做一點 真的 剛剛是司機嘛 現在是機長 在機長 對 我可以托你的福 一起來享受一下 我當空姐 剛好還滿適合的 對 所以進來我們在介紹裡面的內裝 內裝 內裝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會 現代感 還有未來感 那種 戰鬥機的感覺 會比較 完全跟Glado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它的 這種按鍵 其實是有點像 飛行員在用的 對 在用Call的方式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找它 怎麼開窗戶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還要想一下 對 要想一下 那其實像這種Lamborghini 它的跑車 它都會有裝一個叫做 氣壓式的 氣壓全調 對 它就是會把它 頭抬起來一點 因為其實台灣的地下室很多 對 很容易 多下班 對 其實沒辦法避免 我認為是沒辦法避免 你只能就是少裝一點而已 對 我都上來 我就不要客氣 我們就發動 要發動嗎 可以嗎 可以 轉動 牛連呼吸都很大聲 對 就是牛脾氣嘛 牛脾氣 對 可是你看這種 全部的電子的這種儀表 會覺得好像少了一點溫度的感覺 其實 船頭指針會覺得比較有溫度 現在它都是電子儀表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它可以調這個 Strada是正常螺絲 Sports它是就是 比較運動型 運動款的 再來就是Corsa Corsa是賽道用的 所以你看我當我調到Sports的時候 聲音也變了 對 又比較低沉了 然後它變橘色 就是黃橘色 那如果到Corsa的時候 又變了 這隻牛已經要衝出去了 那這個感覺就是 更比較戰鬥感的感覺 對 包袱前面有一塊紅布 Action我們就衝了 對 我覺得一進Performance的車內 我們兩個就完全的 Low Y 因為我們剛剛正在討論 它前面的這個斷照 的卡碰 對 就進來我們只想研究這些 充滿戰鬥氛圍的 其實我是真的很喜歡它那個 這個感覺 感覺都想摸一摸 感覺舒服 它是消光消光的喔 對 它是消光消光的 然後就感覺有點像大的一石的感覺 對 對 如果Glado剛剛看喔 當然單純看Glado 會覺得很漂亮 很有戰鬥競技的氛圍 可是現在看到新世代的小牛 你會覺得說 不只戰鬥競技氛圍 它故意還前面CP一樣 然後有紅線 橘紅色的紅線 然後再配一個鍛造的 carbon fiber在上面 對 所以這樣的車其實帶給大家 氛圍是不太一樣的 開起來你就會忘記所有的煩惱 對 就是有點宣洩感 你看牛的呼吸聲 到微微的咆哮聲 現在根本都還沒開始咆哮了 對 還沒放下 對 我今天是來抓猛獸 我抓到了猛獸喔 欸 你看 這種 需要有Overall性能的 其實因為他們 其實超跑它的比震設定 都會比較硬一點 因為在高速的時候 會比較穩定 對 然後也比較安全 所以在比較陡的路的話 就會變得很不舒服 對 它就不是它的強項 對 它不是強項 可是你在高速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說 它是很穩的 它不會晃 所以大部分在外面開車 可能不然 你會看到有些大滑 或者是方向盤拉不回來 或者是會這樣甩 代表是因為它的避震系統太軟 嗯 嗯 你看開牛走山路 喔它很貼地喔 對阿 它的那個 路面的回饋感很重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可以感覺到 我開車的時候 我會想到說 這個路面的形狀會長什麼樣子 嗯 那透過這個輪胎的回饋給我 嗯 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路其實鋪得不是很好 喔 真的 剛剛那時候很陡嗎 做超跑 大家看畫面也知道 我們是走走走路 嗯 比較到挺一點的路的話 就可以比較拿出超跑的強項 喔 像這裡就可以 我看到你的居直了 有齁 還有 這樣前面的好看 這樣右邊 我另外一個很喜歡它的部分 可能就是在降檔的時候 嗯 它會有那個 有點像風跑的聲音 喔 不不不 燃爆聲 燃爆聲 然後它的R檔是 不要這樣子 喔 要拉 往上提的 對 SUPERLegger 它是這邊按一個按鈕 對 都好像適應 我找不到 那時候 第一次開的時候 我找不到它的那個 就是倒擋牛 我說完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能一直往前走 嗯 你的人生不能回頭 還好人在一條路 很貼近耶 非常貼近 人車一直就是這樣 可是有時候 我建議是 不要就是 駕駛員有時候 不要太高握自己 因為 有時候真的路況 不是很清楚 對 很危險 像常常在飛翼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 發生一些意外 對 真的要喜歡玩的話 我認為還是去力保賽車場 會比較安全 封閉的地方 賽道 不干擾別人 就可以盡情的享受 沒錯 嗨各位 跨界小銀家們 看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走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